在官方文件要求下 浙江、温州、平阳、粤青等地的官方三字教堂 连续遭到地方政府人员强行安装摄像头 有抵抗的信徒遭到羁押 一位要求匿名的温州平阳一教会信徒3月30日 告送自由亚洲电台 在过去一周 多个拒绝官方人员安装监控摄像头的教堂 遭到政府雇佣的保安人员强行破门而入 安装监控探头 她说 另有一段视频显示 岳清一教堂大院的传达室被拆现场已成废墟 在此之前 浙江省政府宗教部门向下辖的各县市宗教部门发文 称为了安全起见在教堂内安装监控设备 也有官员向教会解释称 装摄像头是处于反恐需要 一位信徒称 自2015年起 政府人员已经在各个教堂安装监控视频 此次连奉献箱 讲台等处都要安装 实属罕见 一位不愿据名的信徒 对记者说被安装监控装置的 都是当局批准成立的三字教会教堂 许多信徒不服当局的举动 于是出现抗争场面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